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8月17日 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内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首先和大家聊一下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上的情况 目前呢 乌克兰呢是长驱直入 已经占领了俄罗斯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别前几天呢 占领的命迹是扩大了一倍 可以说普京呢 是没有任何办法 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乌克兰侵略俄罗斯 当然这个侵略要打上一个引号 这是乌克兰 正义的反击 可以说啊 全世界正义的人们都支持乌克兰这么做 因为可以说自二战以来呀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入侵过俄罗斯的领土 同时乌克兰呢 也打破了俄罗斯所谓世界军力第二的神话 那么驶入俄罗斯之后啊 发现俄罗斯很多地方基本上没有驻军 因为他的兵源消耗的差不多了 而且内部啊 非常的空虚 现在乌克兰在控制俄罗斯的一些战略要体 比如说和中国和欧洲连接的铁路 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管道 基本上乌克兰在慢慢的控制这些战略的要点 那么昨天呢 刚刚有个事情发生 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西方的记者呀 现在跑得非常之快 意大利的广播电视公司的记者呀 昨天是随着乌克兰的军队 进入了库尔斯克的苏甲采访当地的群众 而当地的群众呢 对乌克兰军队的到来啊 也是非常的支持 可以说因为他们苦俄罗斯 苦普京久也 因为乌克兰的军队啊 进入俄罗斯之后 没有像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土地上啊 做那么多恶 乌克兰的军队在俄罗斯是非常有秩序 非常有纪律的 所以当地呢 老百姓也没什么反抗 大家非常平静 而且很多甚至是欢迎乌克兰军队的到来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 那么俄罗斯啊 昨天也是召见了意大利驻俄罗斯的大使 强烈抗议意大利的记者们 非法跃进来到库尔斯克采访 而意大利大使啊 回答也是非常有意思 他说 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及其新闻团队 以完全独立自主的方式计划其活动 意思就是这是新闻自由 我们政府管不着 所以普京呢 可以说也是吃了一个哑巴亏啊 那么目前俄乌战场的情况啊 可以说是非常鼓舞人心 乌克兰的这场反击啊 打得非常漂亮 那么随着美国支持的F16战机 以及在全球招募的会开F16战机的飞行员 慢慢的部署到乌克兰的战场上去 那么乌克兰战争的形势啊 一下子就立专了 现在F16战机啊 在俄乌战场上是大显升危啊 慢慢的配合乌克兰军队 掌握了一些制控权 加上乌克兰大量的无人机群 也是非常厉害 所以这样一来了 制控权慢慢的掌握之后啊 地面部队 它的进攻就非常流畅了 现在德国英国法国 这些国家啊 都大量的取消了 就是说限制乌克兰使用他们的武器 进过俄罗斯本土这样一个措施 所以这一解禁之后啊 所以乌克兰获得这么多先进的西方武器啊 就开始在俄罗斯的本土上使用 也是非常大快忍心了 那么老蛮呢 也是点评的非常经典 他说乌克兰打进俄罗斯的军队 还是没有遭遇到任何的威胁 他的也占领地区啊 平平稳稳 俄军没有发起任何主动进攻 收服实地的行动 十天呢 自称全球排名第二的俄罗斯军队 面对压境而来的乌克兰的军队 只能傻呆呆的做事 除了极各约地区了 有一些民心的抵抗之外 以及重要的交通输榴 有几百个俄罗斯老兵的助手 还打了一些硬仗 基本上谈不上什么武力抵抗 乌克兰的战术呢 始终如一 他掌控了单向的情报优势 对俄军的步防和调动了如指掌 于是他先用小股的兵力 进行长途的渗透 也不跟俄军硬碰硬 在进一步摸清敌情之后 就引导无人机群来炸 炸不动的话 下一步就引导重炮轰击 这种打法让俄军呢 闻风丧胆 只要他们发现 附近有乌克兰军队出没 那么后面呢 就一定是无人机群和重炮 俄军呢 根本无法抵抗 于是逆刻就逃窜 面对极少数不肯逃 攻势又修得硬朗的俄军 乌军的打法就是苏清周边 围点打圆 看你俄罗斯圆不圆 你不圆 那就把你的精锐围到饿死 你圆 那就直接陷入无人机和重炮的既定轰炸坐标 这种打法让俄军囊背不堪 这就是丧失了命空优势和情报优势之后的彻底被动 根本是无解的 于是现在乌克兰呢 已经有效占领了俄罗斯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乌克兰的小重队 还在5000多平方公里的俄罗斯的土地上到处跑 如入无人之境 而俄军的方面已经谈不上任何事情 每天都是沮丧的要命 那么现在最焦头烂额的可能就是普京了 他开始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呢 那么现在乌克兰可以说只是牛岛小市 已经取到了这样娇人的成绩 那么很可能后面还会加大反攻的力度 如果乌克兰打到了莫斯科 大家想想 当年这数百年来被俄罗斯吞并了领土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是 比如说像芬兰 像波罗的海三国 像格鲁吉亚 还有像日本的北方四岛 周边的国家都会找俄罗斯所要土地 那么这样一来肢解俄罗斯可以说就是指日可待了 就看中国的习近平有没有这个胆量啊 真正收复被俄罗斯占领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如果习近平真的收复了这些土地 他比所谓的收复台湾更加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 那可以说他才是真正超越毛泽东的业绩的一个时候啊 那么台湾俄乌战争呢 我们再来聊一下中国的金融啊 全民躺平这样一个情况啊 我们来看看中国人民银行呢 公布了7月份的金融统计数据 广义货币也就是M2 它的余额是303.31万亿元 同别是增长了6.3% 而狭义货币M1呢 它的余额是63.23万亿元 同比是下降了6.6% 而流通这种货币啊 M0它的余额是11.88万亿元 同比增长了12% 那么虽然广义货币总量呢 超过了300万亿元 但是无论广义货币还是狭义货币 最近几个月的增速啊 不断是创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低 也就是说中国的印钞机啊 它的印钞的速度度然下降 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低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印钞机开不动了吗 我们看看啊 那么贷款创造货币 可以说这是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个共识 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之下呢 只有越来越多有信用的居民 或者是非金融企业来申请贷款 那么广义货币的增速 它才会增加 所以M2又增加啊 必须要老百姓来借贷 或者说非金融的企业来借贷 M2才会增加 一个社会所生产的真实财富 它才会越来越多 换句话来说呀 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新增贷款额度 及其相对总量的比例 基本上代表了一个社会对未来的财富憧憬 和全民对财富的进取的程度 代表了一个社会经济的活力 那么我们来看看过去两年 中国的央行所公布的新增贷款的额度 所以这个新增贷款这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啊 不管你是房地产还是经济的发展 如果没有新增贷款的增量的话 那么整个经济的发展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就泡汤了 那么这里有一张表格 大家可以看看啊 表格中的居民短期的贷款呢 主要是消费贷款 而中长期的贷款呢 主要是房贷 非金融公司的短期贷款呢 表征了企业当前的生产意愿 中长期贷款呢 则代表了企业对未来前景的看法 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新增贷款呢 则代表着贷款的流向 券商保险基金 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 只要钱还没有到居民 或者是非金融企业身上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金融空转 我们一直说金融空转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银行的钱 它没有流向老百姓的口袋 没有流向非金融企业 也就是实际从事生产的企业 拿不到这些钱 那么银行的钱 它只是流向了 这些券商保险基金等等 这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的话 基本上是没用的 对经济的发展贡献 基本上是零 这就叫做金融空转 资金空转 所以就算你把利息降得再低 你的准备金降得再低的话 这些钱也到不了实体经济里面去 它是没用的 这就是金融空转 那么从这个表格 其实可以发现了 进入2024年以来 不管是短期还是中长期 居民新增贷款 一直都在持续的大幅度的减少 非金融企业这边 新增短期的贷款 创下了历史最差的记录 是负5500亿元 新增中长期贷款 是1300亿元 也是历史的最低值 刚才说的负5500个亿 大家可能不理解 那么它就是说明 大家不仅没有贷款 反而还在还款 所以新增的短期贷款 就创了一个负的记录 那么居民不愿意贷款消费了 也不愿意贷款买房了 企业短期了不愿意加大生产了 对中长期的前景 也不怎么看好 这是什么样的数据 大家想想 那么这是一份 全民躺平的金融数据 可以说 那么中共的政府 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这样 大家都躺平 不贷款 不扩大生产 不买房了 那么他们才会着急 不过最值得唏嘘感慨的 还是中国的货币M1 这个负6.6%的增速 这个负值 可以说真的就是非常6 连续几个月 是创出了历史增速的新低 要知道了 在中国的国家货币统计中 M1的主要构成 它是企业的活期存款 它的增速的高低 那么代表了企业 扩大生产意愿的高低 进一步来说 就代表着企业利润前进的一个高低 又鉴于此 M1的增速 几乎可以作为A股流动性的一个领先的指标 A股代表性的指数 互生300指数和M1增速 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那么不仅股市 房市也同样受制于M1增速的大小 M1增速多年 也是房价的一个领先的指标 关于股市 还有更重要的消息 前几天 8月12号和8月13号 A股的成交量连续两天 创下了五年来的新低 那么不仅成交量创下了地板量 8月13日 大A股的换手率也是1.67% 也是近年来的最低水平 对全民而言 股票可以算作是投机性最强的东西 连赌场里面的赌客都没钱来玩 赌大赌小 可以看出全民躺平的程度 那么就像网上一个经济学家说的 我开始工作的时候 A股是3000点的保卫战 那么现在我要快退休了 A股是2900点的保卫战 我一辈子基本上是白忙了 都是在保卫 也是非常悲哀的一个事情 所以从中国的货币发行量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目前金融上处于全民躺平的一个阶段 实体企业不贷款扩大生产了 老百姓不贷款买房了 基本上都是躺平摆烂 而且以前贷款 现在是拼命的在还 大家拼命在存钱 这样一来 资金就无法扩张 资金无法流到实体企业里面去 那么经济的增长 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资产价格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全民躺平的一个代价 我们下一个固定的一个称之后 我们下一个固定的一个称之后 我们下一个固定的一个户类